大家好,我是Den 旁古移民多次偷回独具女性家中的男子被警方逮捕了 受害女性打播了112 但担心被男子发现的女性只是对着话筒说了 要一份炸酱面请赶紧送来 而接电话的警察没有当成是开玩笑 迅速处理了这件事情 凌晨时间警方接到了一桶电话 但报警内容有些奇怪 我要一碗炸酱面 之前也打过很多次电话 请赶紧送过来 接到电话的值班警察没有轻视这个内容 当时接电话的警方表示 他用镇定的语气要求送一份炸酱面 但由于时间在凌晨 报警人是女性就开始觉得不对劲了 于是马上确认了地址后 立即发动了Code Zero 之后出动的警方进入了住宅区小巷后 发现到一名男子进入了报警人地址的玄关大门 并窥视着室内 因为女性担心打电话报警被男子发现的话 可能会发生危险的事情 所以就好像是要外送一样的打电话报警了 其实就在一周前 他曾经报警有人侵入了他的家中 但当时未能抓到嫌疑人 而这一次警方发动了最高出动命令Code Zero 在报警30分钟后就逮捕了正在偷窥的这位男子 男子在接受警方调查时表示 他只是回忆起曾经住过的地方而去的 只是稍微看了一下试炼而已 否认了犯罪行为 但警方已确认嫌疑人在酒醉的情况下 已经多次闯入了不同的住宅偷窥 因此提出了拘捕令申请 虽然法院驳回了拘捕令 但也采取了禁止接近等临时措施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法院没有批准拘捕令 是要给报复的机会吗 法院果然没有让我们失望 不正常的男生怎么这么多 为什么要偷看一个人居住的女生家呢 恶心别让他出来了 如果没仔细听这个报警电话的话 可能真的会发生什么大事 谢谢你们 难道他们不知道 放走这种家伙 以后就会变成性侵或者是杀人吗 这样的最少要判十年送他们去监狱 没有当成是恶作剧电话 还发动了Code Zero 真的是一位非常惊艳的警察 报警人做了很贤惠的对应 不只是为了本人 也阻挡了邻居 以及未来的受害者发声 对于打电话给警察后 要炸姜面的这位女性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然后我有一个个人很好奇的事情 在韩国最有代表性的外送餐点 就是炸姜面 或者是炸鸡 那在大家的国家 是什么餐点呢 MING PAO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URNS